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尝试谈判一下也未尝不可 此时的一针自信十足 干练又认真 郑队长最终同意给一针三十分钟的谈判时间 如若不行 他会采取强制措施 一针站在空地上 通过言语安抚了绑匪 接着向他展示自己没有携带武器后 便尝试走进房间 因为在外面沟通 无法确认人质的安全 很幸运他在激怒绑匪之前成功进入房间 接着他尝试让绑匪释放一名人质 作为两方相互信任的基础 但绑匪扫视四周环境 发现了特工队 形势一下子转变了 绑匪开始焦躁起来 在观察室的郑队长同样注意到这个情况 他下令开枪狙击 毫不留情的一针 依旧尝试让绑匪先释放人质 话音未落 枪声响起 绑匪被激怒 直接杀死一名人质 引爆了闪光弹 绑匪往这里躲 特工队冲进房间的时候 人质已经中刀 这件事给一针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他亲眼看着人质死在自己面前 内心的自责让他无法释怀 一针决定离局 他无法再看到有人在他面前死去 郑队长拨回他的辞职申请 告诉他自己要出差几天 这几天给他放个长假 休息一下 一针只好先离开警局 在家休息 可是很快又出现紧急状况 同事小安来到一针家里 告诉他首尔地方警察厅的厅长 正在等着他回去处理紧急情况 无奈之下 一针只能再次出发 被带到不知名地方后 清瓦台国家安保秘书官孔秘书 正在这里等着他 自我介绍完毕后 任还没有了解到任何消息的一针 已经被带到主屏幕间 对面是国际犯罪组织武器走私者太景 这个早就在韩国警方黑名单之上的男人 视频接通之后 就开始询问一针的三围 这让一针恼羞成怒 直接挂断了电话 大家疑惑 是不是信号断了 一针表示是自己挂断电话 这样自己才会有时间去思考 怎么跟他沟通 这样主导权才会掌握在警方手中 但孔秘书要求他立刻接通电话 一针接通电话后 直接告诉太久 现在需要内部处理问题 请稍后再打过来 再一次挂断电话后 一针直接走出了情报室 询问了解情况 太久的电话再次打过来 厅长表示电话不能挂断 先让韩科长接起电话 接连两次被挂断电话的太久 显然没了耐心 他把镜头直接对准人质 摘下头套后 一针和同事小安发现 人质正是郑队长 太久表示 我不是在跟你们开玩笑 一次又一次挂断电话 他拿出一把枪 装上一颗子弹 对准郑队长的脑袋 准备开枪 这一幕让一针快不能呼吸了 他绝对不能看到任何人质 死到他面前 顾不得了解情况 他快速返回谈判室 希望能和太久继续谈判 太久直接对天空开了一下 打断了一针的话 表达了自己的不满 再怎么忙 也不能随便挂断别人的电话 一针继续回应他 希望他可以同样礼貌回应自己 太久不耐烦地说 你好像现在没有这个资格 意识到自己没有主导地位的一针 马上爆出自己的三维尺寸 来改变话题 太久说看起来不像 一针告诉他 因为自己最近在相亲 所以要减肥 二人你来我往相互试探 太久一边拨弄手中的一把枪 一边开口问 我们能否彼此真诚好好聊一聊呢 一针愣住 他看到枪 就忍不住想起上一起人质死亡的事件 于是他开口问太久 可以坦诚相待 但能不能先把枪放到一边 太久开口问 有谁在监视着两人的谈话 一针说你先把枪放到一边 太久称断他不愧是留学回来的 把枪交给一旁的人带走 一针告诉他 有外事科的韩科长 收尔警察厅的厅长和值班员 并没有说出孔秘书在现场的事情 太久反复确认 没有更高关机的人在现场了吗 一针坚持一开始的说法并不改变 太久说自己相信了以后 却表示自己要吃饭了 根本没有给一针询问的机会 在挂断电话前 太久让一针和郑队长打招呼 郑队长一脸恐惧地交代着一针 一定要按照正常的流程来进行谈判 丝毫没有上次事件中 说进攻就进攻的威风气势好 一针安抚正队长 你一定可以安全回来的 太久强调诚实相待后随即挂到了电话 接下来韩科长告诉一针 一周前报社里记者被绑架 主导这次绑架的人就是太久 太久所在的组织是韩国势力最庞大 最恶毒的 他们以曼谷和吉隆坡为据点 走私各种武器 成为国际上有名的通缉犯 三天前郑队长带着大韩日报的记者过去 打算进行秘密谈判 太久将见面地点约在曼谷 郑队长再去曼谷的路上就被绑架了 很显然 他们从一开始就根本没打算谈判 三天后的今天 太久突然发来郑队长的照片 并且要求和一针谈判 厅长表示 好不容易压下来大韩日报的新闻 这件事必须尽快结局 孔秘书说 青瓦台对这件事非常不 同时也担忧引起民众恐慌 空海陆军已经全部出动 查到人质的关押小岛 现在需要的是时间 拖延时间 让特殊人员能够潜伏进去 把两名人质救出来 一针悬问需要多久 厅长表示作战时间安排在晚上十点 所以还有十四个小时 孔秘书表示 总统很重视这件事 因为他涉及到海外政府和国民的信任 看到证人期待的目光 一针告诉他们 请让我的队友过来 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完成这次任务 尽管有再多的困难和压力 都必须一一克服 接着就快速了解太久的基础资料 很快电话再次打了过来 一针没有看到正队长的身影 太久逼而不答 转头问起他喜欢什么样的男人 一针回答说 喜欢你这样的 理智的应对 让对方无懈可击 很快太久表示自己想见一个人 要通过视频见到他 一针说要见到正队长才可以 太久点头应语 让镜头跟他走过去 看到正队长的精神不是很好 原来手下的人在喂药的时候 容量过大 导致神志不清醒 太久不停地扇打着耳光 一针大声叫停 告诉他 如果这样下去 就没有谈判的空间了 太久很快回到一旁 告诉一针 自己还没有说想要什么 一针说呀 那就请你说出来 你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太久告诉他 自己要见大韩日报的东勋社长 以一个小时为期限 一针表示 自己要确定李记者的生死 并且以首尔的交通情况来看 一个小时时间太过紧迫 太久淡淡表示 那就派一架直升机 最后真的派了一架直升机 将正在打高尔夫的东勋社长接了过来 正要进去的时候 发现衣服不合适 匆忙之间将衣服换成了西服 裤子没有来得及更换 电话便已经打了过来 一针告诉东勋社长 自己会通过无线跟他说 应该如何回答 电话再次接通 李记者和郑队长都被带了过来 太久询问 为什么没有看到大韩日报 对这次绑架案的报道 东勋社长回答说 警察压下了报道 一针告诉他 请回答李记者的安危更重要 东勋社长马上补充 太久问他 平时和李记者的关系怎么样 东勋社长表示 平时还会一起喝喝酒 太久再次问李记者 最出名的新闻是什么 东勋社长一字不漏地背出标题 太久注意他 就像是提前准备好的资料 直接背出来一样 再次询问他 李记者的家庭关系怎么样 东勋社长依旧能够说出来 太久画风一转 问他李记者的酒量怎么样 东勋社长先是表示自己不喝酒 又说自己在酒会上都是先逃跑的 前后不一致地回答 让太久很是生气 他拿出一旁的枪 让东勋社长站起来 再往后退 看到全身太久说打 自己报社的记者被绑架 还有心思去打高尔夫 一针提示他 这是之前已经约好的 听到回答的太久 让东勋社长说出 李记者不是他报社记者 还用东勋社长的家人来威胁他 听到太久这样说 警察厅长试图打断对话 让太久跟自己沟通 太久让厅长在一旁看着就好 厅长让他提条件 太久暴露 开始摔东西 随即他站了起来 用枪抵着李记者的脑袋 让东勋社长说出 李记者不是大韩预报的记者 东勋社长快速走到镜头前 他知道这句话不能说 说出这句话意味着 李记者再没有了活路 但太久知道 他的妻子和女儿的住址 看到东勋社长的恐惧 厅长让人把东勋社长带出去 一针试图告诉太久 东勋社长状态不好 太久开了一枪 东勋社长马上说出 李记者不是大韩预报的记者这句话 韩科长很快带走了东勋社长 太久跟一针说 我们说好彼此诚实 但是你并没有做到 事实上用威胁的方式 说出李记者不是大韩预报的记者 再用来反证对方不诚实 这样的逻辑完全是强盗逻辑 一针来不及辩解 就听到一声枪响 郑队长死在了枪下 再次看到任志死在眼前 还是自己的领导 一针突然就崩溃了 他情绪失控 大声说着你是个疯子 为了避免惹怒太久 厅长见状 马上下令挂断电话 同事小安知道 他心里阴影再次出现 一针质问厅长 你们一早就知道 李记者不是大韩预报的记者 那么李记者到底是谁 一定要等到任志死光了再说 没有人回答这个问题 电话又打来了 厅长要求一针离开 尤其他人接手谈判 一针大声告诉他 郑队长已经死了 同事小安将一针带了出去 孔秘书开始请退办公室内的人 包括一开始就负责这件事的韩科长 这意味着 事情远远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 暴躁的韩科长上了一针的车 告诉他 李记者是洗白的国情院秘书探员 被派出去调查太久所在的组织 他的组织从步枪到机关枪因有尽有 涉及到韩国内部军火走私 性质太恶劣 一针问他 为什么自己一开始不知道这些事情 韩科长表示 什么都不清楚 太久就不会察觉到什么 还可以达到拖延时间的目的 一针无声的落泪 就是因为这样的不信任 所以郑队长才会死亡 队友终于赶到了 一针告诉他们 一定还有别的人质 要亲手抓到他才行 一针安排大家 从最近东南亚的走私案开始找 关于太久的点点滴滴都不能放过 并让同事小安去找东勋社长 他相信东勋社长一定还知道什么 同事小安犹豫 他担心一针的安全 一针一脸坚定的反问 难道让郑队长白白牺牲吗 同事小安只能接受安排 去了解更多的资料 国情院的朴长官开始和太久谈判 太久问 为什么撤掉警察换成国情院的人了 朴警官表示 李记者是我们国情院的秘密探员 你无非是因为香格里拉这家公司 才绑架李记者的 太久反问国情院 香格里拉是英国所属公司 自己是英国人 跟韩国有什么关系 朴长官提出做一个交易 让太久把李记者送回来 并且交出在韩国境内交易的名单 韩国政府会清除太久的犯罪记录 太久讽刺他们 要我砸了自己的饭碗 做一条走狗 你们就犯我一条生路 随便比了一个钟指后表示 我只跟一针谈谈 此时一针查到了太久雇佣兵的出身 了解到他跟东南亚的走私有着巨大的联系 并且从韩国弄走的枪支 很可能不是偷 一针决定直接去问太久 不耐烦的太久 根本不理睬国情院的威胁 相反他让人带上一家人 让国情院的人知道 自己手里不只有李记者这一张牌 国情院完全没有任何优势 只能按照他说的去找一针来谈判 半个小时吸血 此时作战部队的队员已经顺利空投到小岛上 再次回来的一针提出自己要全权掌控局面 关于太久和李记者所有的消息都要了解 国情院的人无法拒绝 主场交给了一针 太久说自己等了很久 一针告诉他 我去吃饭了 作为人质的一家人中 孩子害怕地哭泣 太久情绪受到波动 他让人把母子三人送到隔壁 只留下孩子父亲在这里 一针试图从小时候切肉问话 太久根本就不接茬 让他问些有用的话 一针问他 为什么又找自己 太久让他找聚会长过来 就知道为什么了 这次同样是一个小时 厅长告诉一针 香格里拉就是聚会长 为了逃税和处理军火买卖回扣 创建了的空壳公司 太久可以说就是聚会长的人 但因为太久私自在马六甲海峡 售卖枪支 两人关系破裂 聚会长向国情院提供太久的资料 并补交逃税金额5000万 作为回报 政府清除聚会长的犯罪记录 一针理清关系后 和厅长达成了一致目标 解救理记者和一家人 至于聚会长在哪里 这里本就是聚会长提供的场地和设备 聚会长就在这里 清瓦台的安保市市长 和国情院的第二次长 还有空军司令都来到这里 等待事情完美解决 同事小安找到东勋社长的时候 东勋社长正带着一家人准备离开 他告诉同事小安 李记者的记者身份 是国情院的第二次长花钱买的 一针发现案情越发越深不可测 电话再次接通 太久对聚会长无比尊敬 告诉他 自己这样 只是因为香格里拉的账户被冻结了 聚会长表示 我马上就可以处理 太久问他 为什么杀了刘贤忠 聚会长却说 谁是刘贤忠 一针心中一惊 太久说 就是十天前那个新闻报道的绑架案 聚会长说 自己并不认识刘贤忠 自己只要处理好账户的问题就可以了 太久说 是的 但是你不认识刘贤忠 这让我有点不舒服 他反问一旁的一针 认不认识刘贤忠 就是你在现场的那个绑架案呢 画面浮现 刘贤忠无助的死去的样子 让一针不断自责 他说自己忌惮 太久问他最后 是怎么结案的 单纯的强盗结案吗 一针说是 太久说起房间那些话 都是聚会长和自己共同所有 是聚会长杀了刘贤忠 一针问他 为什么会这样认为 太久告诉他 刘贤忠是聚会长秘密金库的管家 是自己介绍他们认识的 那些画一张价值百亿 秘密金库大概有二十亿左右的现金 因为没有地方洗钱 最后太久放出录音 里面是聚会长和国情院次长青马台秘书等政府要员的谈话 在场官员几乎全部涉及其中 问一针能不能把他们全部都抓起来 一针表示非法录音不能作为证据 太久说我们可以再搞大一切 青马台保安室黄市长一个小时后见 已经到达现场的黄市长发出命令 在处理掉所有证据之前 任何人都不能离开房间 他们当然也不能接受太久的指证 孔秘书告诉一针尽力就好 同事小安也查到郑队长和次长之间有通话揭露 并且郑队长太太的债务一次性还清了 惊讶的一针还没有任何动作 厅长告诉他再坚持两个小时作战就会开始了 一针表示不知道太久的下一步动作是什么 他可能会自杀 厅长告诉他这是命令 电话很快接通 一针告诉太久黄市长不会出现 但可以将受贿名单告诉自己 只要拿到聚会长出入刘贤珠家里的视频 就能证明他在说谎 刘贤珠的案件就可以重新启动调查 社会名单上的人也可以一网打尽 太久让厅长加入群聊 向他确认刘贤珠案件会重启调查 同时值班警察发现谈判信息正在网络直播 各大新闻台都加入播出 一针试图说服他互相信人 但太久根本不信 他再一次给出一个小时让黄市长出现 否则就十分钟杀一次人 黄市长下令现在就开始作战 厅长告诉他没有日落人质会有危险 七级的黄市长表示不管人质还是绑匪全部处理干净 同事小安再次来到十天前的绑架现场寻找线 发现一张保育院的照片 孔秘书下令作战开始 一针表示你们这样不顾人质安全 我就直接去找太久跟他说明一切 最后孔秘书没有办法只能离开 同事小安找到保育院院长 问他是不是有一个叫做刘贤珠的女孩 院长告诉他有一个叫敏刘贤珠的女孩在这里长大 但是一针的电话一直没接通 太久的电话打来了 他看到黄市长没有出现 只要杀了一记者 一针告诉他自己正在一步步发现真相 如果人质现在死了一切都结束了 稳定太久的情绪后 一针看到了队友发来的消息 这才知道死去的刘贤珠是太久的妹妹 与此同时作战队员已经发起进攻 一针接到拖延时间的信号 他告诉太久 只要释放银质 自己可以保证刘贤珠的案子会重新审理 但是太久并不相信 大韩民国从来都不让人放心 一针说守护他的安危 太久喃喃自语 你们真像吗 作战的爆破声已经响起 太久也听到了枪声 他把人质拉到镜头 一针看到人质身上有炸弹 他疯狂地跑出去 要求停止作战 黄市长却坚持作战 炸弹声响 战火燃起 一切都结束了 作战人员发现 太久本来就买好了炸弹 知道他 一开始就打算同归于尽 众领导皆安下了心 反复思考的一针 从日落发现太久不在泰国 而是在韩国 所以他根本就没死 安心的众领导开始举备倡议 共庆美好未来 没空接电话 同事小安在保育院 发现了太久的踪迹 并告知一针 一个小时前 太久就离开了保育院 此时的太久 已经来到众领导吃饭的地方 他要为刘贤猪报仇 一针很快找到这里 他告诉太久 因为自己刘贤猪才被杀死他 太久说不是 是为了自己 刘贤猪才会做这样的事 刘贤猪什么都不懂 是自己让刘贤猪做这些事情 他才会做的 最终太久被狙击手抱头而亡 一针没有放弃搜寻证据 终于是做到了自己对太久的承诺 让这些人接受法官的审判 一个本来以为是坏人的角色 最后逆袭成为了悲惨男主 拥有生死大权的当权者 确实无恶不作 视人命为草芥 韩国电影还是一如既往的敢拍敢说 好了 我是市长 咱们下回见